这里是老杰森与我是主播阿布 今天为大家分享电影《来自地狱》 女主玛丽是一个风尘女子 带着自己几个姐妹在伦敦的街头组成了小团体 不仅为了赚钱更是为了保护自己 玛丽有个出嫁了的妹妹 经常把孩子给几人照顾 顺便给点小费 总的来说日子还算过得去 可有天那个姐妹和她的丈夫竟被人绑走了 只留下年幼的孩子 玛丽不知道这是他们厄运的开端 孩子被留下的第一夜 就有一个姐妹被人残忍杀害 负责调查此案的艾伯兰侦探 是个成天沉迷毒品的瘾君子 但这就是他独到的调查方式 通过毒品 他可以看到零零碎碎的线索 就在艾伯兰和警官交换情报的间隙 杀手又一次出动 受害者还是玛丽姐妹团的成员 这一次艾伯兰亲自到了杀人现场 尸体被开膛破肚 身旁还有一根葡萄梗 平民是吃不起葡萄的 所以他认为这很有可能是贵族所为 得知了这条线索 警长可不干了 在当时的英国 贵族就是秩序 警察是不能和他们对着来的 艾伯兰决定找到姐妹团 询问细节 但他们很敏感 并不愿意和他接触 他一边查案 凶手也一边犯案 就这样 玛丽姐妹团又少了一个人 这么拖着也不是办法 艾伯兰找到了一个小有成就的外科医生 想让他帮忙分析尸体 医生认为凶手手法非常精准 建议他去调查职业跟解剖有关的人 为了调查的进一步推进 艾伯兰绑走了玛丽 想单独从他口中套出一点什么 这一套两人就好上了 意识到艾伯兰不是什么坏人 玛丽也对他敞开心扉 听了他姐妹被绑走的事件 艾伯兰渐渐有了头绪 他查出了丈夫的身份 并带着玛丽去见了那位姐妹 他已经被人切除了大脑的前半部分 变成了痴呆 口中还念叨着王子二字 没错 这位姐妹当初嫁的人 就是当今的英国王子 对此 艾伯兰曾怀疑过他 但医生说 王子患有眉毒 别说手术刀 连笔都拿不稳 线索就这么断了 但艾伯兰深信 这一切就是贵族所为 他调查的方向是没错的 事实也帮他证明了这点 这一切要从一个英国的秘密集会 共计会说起 这是个带有神秘色彩的组织 成员都是贵族权贵 那位医生 包括王子 都是里面的成员之一 我们可以得知 凶手一直都在贼喊捉贼 黑手便是那个医生 甚至自己蹚了浑水的艾伯兰 不希望玛丽卷入这场斗争 给了他一些钱 让他避风头 艾伯兰理出了事情的脉络 王子代表着皇室和新教 却迎娶了异教的女孩 还是个妓女 为了掩盖这层事实 共计会的某人杀掉了一切知情的人 玛丽的姐妹团是头号目标 借助着毒品 艾伯兰再一次看到线索 共计会这个组织浮现眼前 再加上之前受害者和身旁的留言 他终于意识到这个某人是谁了 幸好这件事情被女王知道了 医生被切掉了脑前叶 变成废人 艾伯兰最终还是从事件中全身而退 事后他接到了玛丽的信 他恳求艾伯兰一起离开这是非之地 可共计会一日不除 艾伯兰不会安心 并没有回应他的恳求 可惜命运还是跟他开了个玩笑 毒品最终夺走了艾伯兰的生命 一切就这么不了了之 这部漫改电影改编自开膛首杰克案件 时间有限 有些内容没法好好解释 但有德普撑场子 不是为一部好片 看看还是可以的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如果喜欢本期节目 不妨多多点赞或是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